柯文哲选总统是男党。他分析后惊呼,别变第二个他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,经常被批施政无能,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,更成了票房毒药,如今人气回升。 还传出可能再战2020。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同样拥有高人气,被共参选2020。 于是就有网友将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,和十多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做比较,分析后直呼,别让柯文哲变第二个马英九。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。图中央社。 一名网友在PTT上以现在的柯P跟十多年前马英九有什么不同? 未提指出,柯文哲刚上任台北市长时,还可以感受到他的施政魄力与认真。 但是这一两年开始,看到的反而是政客化的他,不断算挤住自己的政治前途,开始学著左秀搞表面,更别提一直靠躲板面让他成为媒体宠儿。 看似人气很旺,可是正是呢?承诺搞定的大举弹案如何了? 看了那么多福利让市库财政充沛,但搞出什么像样建设。 该网友进一步指出,马英九的政绩乏善可陈,但他是人气王,所以即使错的政绩都能被一笔带过,后又透过党内斗争让他选上总统。 当上总统后才让他的明星光环幻灭。 现在的柯文哲说实在的,跟当年的马英九到底有什么不同? 前总统马英九,中。图中央社。 另一名网友针对该文分析,以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为例,指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以高市政满意度判争取连任,但由于马英九拥有高人气。 靠住外省票大团结,成功击败陈水扁。 谈到马在台北市长任内表现。就是左秀大火做事,然后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的政绩就透过市府与媒体大肆宣传。 在媒体推波注篮下,造成马当时的满意度居高不下,事实上当年只有马的满意度高,市府团队满意度惨不忍睹。 他进一步指出,2004年连送败选,马英九成了国民党唯一救世主,针对马英九的造神达到最巅峰,好像认为马只要2008当选,台湾一定有就一样。 完全不管他过去台北市长肝的乏善可陈,且不沾锅的傲慢态度也能选择性忘记,后来当上总统,这八年台湾变得怎么样相信你我都很清楚。 有网友认为,柯文哲近两年来越来越像政客。图中央社。 他接住谈柯文哲表示,前两年对柯大致是满意的,但这两年来越来越像政客,造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,一些不满政府的民众将他捧为救世主。 要他以后当总统救世主,要他以后当总统救台湾,柯的心态也开始自我膨胀,变得爱作秀,民众对于执政当局不满,当然可以理解,不过也该理性思考难道其他人就有能力改变困境。 他认为,不要因为意识情绪转而对其他政治明星造神,柯文哲有识口不择言,对于民意欠缺重视,若担任国家元首会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变成灾难? 这也很难说。总之,如要挺柯,支持柯,麻烦李庆典,更不要让柯变成第二个马英九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,经常被批施政无能,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,更成了票房毒药,如今人气回升。 还传出可能再战2020。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同样拥有高人气,被共参选2020。 于是就由网友将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,和十多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做比较,分析后直呼,别让柯文哲变第二个马英九。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。图中央社。 一名网友在PTT上以现在的柯P跟十多年前马英九有什么不同? 未提指出,柯文哲刚上任台北市长时,还可以感受到他的施政魄力与认真。 但是这一两年开始,看到的反而是政客化的他,不断算挤住自己的政治前途,开始学着左秀搞表面,更别提一直靠拨版面让他成为媒体宠儿。 看似人气很旺,可是正是呢?承诺搞定的大举弹案如何了? 看了那么多福利让市库财政充沛,但搞出什么像样建设? 该网友进一步指出,马英九的政绩乏善可陈,但他是人气王,所以即使错的政绩都能被一笔带过,后又透过党内斗争让他选上总统。 党上总统后才让他的明星光环幻灭。 现在的柯文哲说实在的,跟当年的马英九到底有什么不同? 前总统马英九,中。图中央社。 另一名网友针对该文分析,以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为例,指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以高市政满意度叛征取连任,但由于马英九拥有高人气。 靠住外省票大团结,成功击败陈水扁。 谈到马在台北市长任内表现,就是左秀大国做事,然后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的政绩就透过市府与媒体大肆宣传。 在媒体推波注栏下,造成马当时的满意度居高不下,事实上当年只有马的满意度高,市府团队满意度惨不忍睹。 他进一步指出,2004年连送败选,马英九成了国民党唯一救世主,针对马英九的造神达到最巅峰,好像认为马只要2008当选,台湾一定有就一样。 完全不管他过去台北市长肝的乏善可尘,且不沾锅的傲慢态度也能选择性忘记,后来当上总统,这八年台湾变得怎么样相信你我都很清楚。 有网友认为,柯文哲近两年来越来越像政客。图中央社。 他接住谈柯文哲表示,前两年对柯大致是满意的,但这两年来越来越像政客,造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,一些不满政府的民众将他捧为救世主。 要他以后当总统救台湾,柯的心态也开始自我膨胀,变得爱作秀,民众对于执政当局不满,当然可以理解,不过也该理性思考难道其他人就有能力改变困境。 他认为,不要因为意识情绪转而对其他政治明星造神,柯文哲有识口不责言,对于民意欠缺重视,若担任国家元首会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变成灾难? 这也很难说。总之,如要挺柯,支持柯,麻烦理性点,更不要让柯变成第二个马英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